去年全国出了超过600次的调控措施 包括认防不认态、调整首期的比例、降准降息等等 究竟今年的内地房地产的情况是怎样呢? 每个季度我都会和大家总结一些成交数据 就着一些数据也会作出一些走势上的分析 今天也和大家讲一下内地房地产的情况 2023年中原大湾区指数报106点 连跌了7个月,累积跌幅超过12% 全国的商品房销售额也跌了8.5% 开发投资跌了9.6% 进工面积多了17% 代售面积比去年多了19% 新开工面积也跌了超过20% 创2013年以来的新低 亦比2019年的高峰跌了超过60% 从数据上看到,销售额持续下跌 职存的库存持续增加 发展商裸地的欲望低 另外一方面,虽然政策上有金融支持政策 但由于银行对房企依然保守 导致房企的资金压力并未得到真正缓解 看到数据显示 80间典型房企用资总量不升反跌 跌了超过30% 总结2023年,全国房地产市场 看到第一季度是小阳春 第二季度是预冷 金狗十元不似预期 整体的复苏动力不够 而房地产作为第一大支柱产业 房企拿不到地 直接拖累了经济复苏和地方政策的收入 所以很明显政府意识到 现在的政策是急需要做的 不再限制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 而是要为房地产注入更多的动力 只有这样才可以协助到 发展商减负存 银行可以收回一些贷款 而只有这样,银行也有条件 可以为发展商提供新贷款 预期2024年,全国房地产政策 会由因成施策,一成一策打向头炮 在1月5日亦发布了 关于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通知 建立受尽的绿色通道 優化审批的流程,缩短审批的时间 亦都积极配合融资的需求 对于发展商的暂时遇到困难 亦都不会麻木抽贷、断贷、压贷 亦都对于新增贷款作出一些支持 放宽、限购、限贷、限价这些限制性的措施 是大势所趋的 这些之前是因为房地产过热而出台的收紧政策 由于形势的改变,会由收紧转为放松 从近期廣州的限购放宽 亦都可以看到政策的方向十分明显 最后,回顾大家比较关注的珠海市场 珠海去年的网签成交跌了11% 但价钱在住宅上升了3.86% 商业升了26.05% 办公也升了9.15% 横琴也升了0.3% 库存方面,全珠海预售的中数是227宗 减少了18.3% 预售的面积少了24% 住宅减少了24.1% 办公也减少了24.9% 商业减少了42.8% 从这里可以看到 虽然全国的库存持续增加 价钱仍未站稳 但珠海的城市动力可能受 越港澳湾区政策的规划 和港租澳大桥北上通车的正面影响 库存持续减少 而住宅、办公、商业等价格 都全面向好的迹象 我预期未来也有保障和改善的两极化分化 以前90方以下是比较热賣 现在我们估计可能它的保值能力是比较弱 90方至150方是相对改善 它会好一点的保值能力 而在这个时期依然是有能力居住或者持有 或者新增购买150方以上的豪宅 甚至300方以上顶天产品的人群 基本上在未来改善的情况下 它们只会越来越向好 尤其是核心地段 我们估计反弹力和保值升值力一定是最好的